大家好,又到了我們 GameplayHK,每個月為大家報導遊戲的時候 走快就要跟2020年說再見,究竟是2021年1月有什麼遊戲等著我們玩呢 現在就立刻為大家介紹一下,喜歡我們的遊戲資訊記得按讚和分享我們的影片 最重要訂閱我們 GameplayHK YouTube Channel 1月13日,有22年歷史的三國群英傳就會在 PC 上推出第八集 計算一下,原來上一集已經是13年前有多 各位粉絲是不是等了很久呢 戰場戰鬥視覺就保留橫向風格 而且畫質和流暢度比以往提升了很多 再加上武將,用技能的時候 以前只有眼罩,跟著動作,氣勢當然是倍升 開戰前我們需要了解兵種的雙刻進行配置 戰鬥途中就可以隨時轉換武將,體準時機去使出技能 在戰場上也可以接受對方的單挑 戰鬥畫面會有一個藍圈和紅圈 藍圈就會很快收窄,當藍圈踏在紅圈上面的按鍵就是最佳的時機 而在三國的大地圖上面會有些探索玩法,有機會會遇上特殊事件 如果有玩開三國群英傳的玩家,這一代應該會感覺到是一個超大的進步 大家是不是等了很久呢 1月20號Agent 47又要出動 Hitman 3就會在PS4,PS5,Xbox One,Xbox Series X,PC,Google Stadia 連Switch都可以玩到 今集故事就會去到油長國杜拜,要潛入阿爾法塔 還可能要爬爬玻璃外牆 在宣傳片中看到除了杜拜外,還會去到中國的重慶 不過在這麼多人的地方出沒,不戴上口罩好像有點危險 這個3A大作除了玩法可以吸引到玩家之外 遊戲畫面也可以說有一個大進化 特別看黑夜的場景,光影反射非常細緻 而且可以肯定會支援4K HDR60格 另外還可以用PSVR來玩 遊戲視點會變成第一身,令到玩家可以增加沉浸感 看來PC版都有機會可以支援VR裝置玩 不過留意,PC版暫時只可以在Epic Game Store買到 官方還表示遊戲AI是經過特別設計 當大家在一個場景裡面 就算有少過300個APC都好 他們AI行動模式都會獨立運算 即是說他們的反應會更加像真人 大家行動就要小心點,盡量不要引起注意 一開始提過,Switch玩家都可以玩到這個遊戲 不過就要用到串流技術 所以應該只可以起有Wi-Fi 以及要有足夠的下載速度才可以玩到 最後今集可以說是大放鬆 因為官方說可以將前兩代的關卡回入 用次四代的畫面最新的AI技術 可以玩成20關 我想就算玩過前作也好 都會有新挑戰的感覺 來到26號,我覺得有一款頗漂亮的遊戲推出 Encordia,開發商Kioswonga Studios 在2018年就雜誌成功 所以就可以實行創作這個由機械人保護一個9歲孤兒的冒險故事 遊戲背景發生在2062年的新柏林 開發團隊就想認造一個卡通式的Cyberpunk 風格就介於輔於迪士尼和日本動畫之間 城市裡面發現一些貌似香港加上日式風格的建築物 玩法就是用滑鼠去點擊,可以跟環境互動或者跟角色交談等等 玩這個遊戲可以欣賞到故事之外 還可以欣賞充滿藝術風格的畫面 製作了多款戰爭遊戲的Firefirefire Studios 今次就為大家帶來公元前三世紀 橫跨日本、中國和蒙古的戰爭遊戲 Stronghold Warlords 就會在27號PC上推出 看回畫面和一般主流的戰爭遊戲 這遊戲就有一點點訊息 士兵的動作和煙火特效真的一般 其實這個系列的魅力是著重於要塞的攻防戰 首成一方就要忙於建造防禦建築 不單止是城牆或者是戰流 還要建造民居、廟宇、茶樓等等 每種建築物對我們的城堡和士兵都有數值上加成 而今次的城防設計當然會引入很多東方元素 另外可以調整徵稅和增加學營手段 改善百姓對城主的敬威度 而中攻一方就會帶備各式各樣的攻城武器 目標當然要摧毀對方的防禦建築 這次這個系列就首次引入東方的色彩 對於生活在亞洲的我們應該會加一些親切感 接著這個系列是經典R3G遊戲 英雄傳說閃之軌跡一改 其實2018年就已經推出了PS4版 這次推出Steam上還有終於都有官方中文版 根據官方資料跟PS4版完全沒有分別 跟原作相比就多了 遠野移動的速度加快為2倍 戰鬥速度加快為4倍的高速略過模式 還有就會有齊所有的付費DLC提供的角色服裝那些道具 不過老實說官方的宣傳都頗氣 由PS4版到現在Steam版都是沒有任何的宣傳影片 如果又畫開英雄傳說系列,想重溫閃之軌跡 又要有中文版可以看得明白我的故事 都可以考慮一下這個遊戲 到28號Spike Tunsoft 又為大家帶來動漫改編遊戲 With從零開始的異世界生活 虛假的皇選後補 發售平台PS4 Switch和PC 有一名來訪者通知皇選現期的事 發現了一個不應該存在的第六名候選者 就是這個遊戲的原創人物 大寵真一郎擔任人設 神龍教會的修女梅爾帝 遊戲屬於原創故事 亦都是由作者長月達平監修 所以就算看過動畫也好 應該都有些新鮮感 接任務前就有一個作戰會議階段 大家就要討論一下怎樣進行下一場任務 交代情節的時候就是正常動畫的樣貌 而自由行動的時候就是Q版 而最重要的就是 中文版是同步上市 這隻是像素風格的橫向卷族遊戲 Oligar 發售平台是PS4、Xbox One Switch和Steam 故事就說一個船員在沉船之後就被窺一個神秘國道 撿到一支傳說中的魚叉之後就武裝起來 目的就是離開這個國家回到自己家 在PV上面看到遊戲玩法是可以用魚叉作出攻擊 除了刺之外還可以飛機叉出去 另外主角還可以用魚叉作出一些特殊的移動方式 原本跳不到過去的地方就可能要用這種方法去移動 遊戲資料不是很多,很難說它好不好玩 不過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就可以去Steam下載試玩版來試試 有了 在同一日有一款奇幻風格的RPG推出 童話森林、發售平台PS4和Switch 其實之前都推出過PC和手機版本 這次就重新繪畫3D畫面 以更精美的視覺效果進軍家用機市場 故事講述在一個遠處森林中 一名少女為了尋找藥材開始冒險 當中還要探索地下遺跡 這種可愛的奇幻風格RPG大家喜不喜歡 接下來是一款地下城冒險遊戲 Saw of the Legumancer 發售平台就是PS4、Xbox1、Switch和PC 遊戲故事就說主角為了救回死去的愛人 所以就要潛入地下城 潛入地下城的過程中 我們可以將打擊的怪物變成自己的盟友 收集武器和吊落物,向地底深處進攻 如果冒險途中死亡並不會遊戲終於 而是會失去所有的裝備和魔物 再加上失去一般級別再重新挑戰 即是每次死亡都可以令自己變得更加強大 如果在冒險途中覺得越來越難打 不想失去所有道具就可以主動放棄攻略 只要付出一般的級別就可以帶回道具走 再重新挑戰過 另外這遊戲還可以單機兩人合作 可以約朋友一起去挑戰地下城 同一天有一款非常惡搞的系列作品推出 魔界戰記錄,發售平台PS4和Switch 這次的角色真的以3D來製作 以往就是模擬3D 保持著一款惡搞風格的特色 而這個遊戲最誇張地方就是可以升級 到9999萬 9999都可以 而HP可以超過30斤 遊戲系統沿用和以往差不多的戰棋玩法 故事講述一名擁入不死身 復活之後更加強的殭屍少年 不斷去挑戰破壞神 究竟大家可以練到多高等級呢 而現場製作恐怖遊戲的Bluva Team 在1月28日又有恐怖遊戲出 The Medium 這遊戲原本想12月10日推出 不過11月角色就說要延期 相信要避免他的同向三尾作品 Cyberpunk 2077 發售平台就是Xbox Series X和PC 大家可以當是Microsoft獨佔的遊戲 介紹遊戲之前我覺得真的要賺一賺這間開發公司 因為每一隻恐怖的遊戲,玩法很不同 不會像跟著一條方法去做遊戲 令玩家每次玩他的新作都會有新鮮感 這次遊戲玩家就會扮演一個靈母 去到一座荒廢的度假村 主角Marian可以在現實世界和精神世界之間穿梭 而這兩個世界都可以互相影響 在現實世界一個普通的場景 去到精神世界就可能會很愧疑很恐怖 而當Marian利用超越肉體的技能 靈魂去了精神世界的時候 是可以探索到一些肉體去不到的地方 不過如果離開自己身體太久 就可能會有些致命的後果發生 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幫Marian 運出隱藏在這個度假村背後的秘密 接下來是一隻以神話故事作為背景的冒險遊戲 Gods Before 在PS4、Xbox1、Switch、PC和Google Stadia都可以玩到 看名字都大約猜到遊戲去玩什麼 我們就需要在八個戰士裡面選一個去挑戰邪神 在這個幻想世界裡面邪神已經統治了世人超過千年的時間 而且都因為人盲目的信奉 令到邪神得到強大的力量 其實遊戲的神都是有來頭的 不過就來自可以特神話 發源地區是愛爾蘭威爾斯附近的地方 我們自己對可以特神話真的不熟 不知道裡面的神是怎樣來的 在PB看到除了神之外 還有很多的怪物和陷阱會等著我們 如果熟悉可以特神話 我想這遊戲玩下去會比較投入 來到30號去到最後一款遊戲 The Pedestrian 是一款益子的解謎遊戲 發售平台PS5、PS4和PC 在一個真實環境中我們要移動告示牌 讓裡面的人物安全移動到終點 有時告示牌是跟真實環境需要互動 玩家每一關遇上不同的挑戰之外 還可以欣賞開發上為大家準備的美妙音樂 雖然一月份就不是那麼多遊戲 但是有些遊戲都很吸引 例如Hitman、三國群英傳 另外還有一款恐怖遊戲 The Medium 等等 希望大家在新一年選到你的心水遊戲去玩 今次遊戲資訊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記得按讚和分享給朋友觀看支持我們 最重要訂閱我們GameplayHK YouTube Channel 我們下次見,謝謝,拜拜 在nier Natale的股靜 那裡的股靜 我們下午放遊戲 t Cauly 在距離中 我們下午ハーミ 就是 我們下午了